新闻 哇哇哇 挖掘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宇美仁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哇哇哇 哇哇 欸 哇哇更加大聲 你這應該是簡單喔 你是簡單 那我來介紹一下囉 首先呢 從我的右手邊開始 是導演楊一鋒先生 大家好 還有是媒體人周年晃 還有呂文婉 還有是民俗專家 剛才哇很大聲的 翁參雅老師 另外一位是影劇記者 是我們的迪志偉先生 歡迎各位特別來賓 來到我們的現場 當感情遇上錢 什麼東西遇上錢 都會變複雜 對不對 那其實 也可以變很單純 對 只要錢處理得好 其實事情也就 單純了 或是錢夠多也很單純 夠多 太多也不單純 對 就是怎樣叫夠多 剛剛好多 剛剛好多 這些事情就是人生的智慧了 好不好 那麼 錢可以挽回愛情嗎 這個新聞背景 我們必須從 狠殺女友的張燕文 有人對他的爆料起頂 暱稱他叫尤金史東納 有個暱稱尤金史東納的網友 因為即使是暱稱 我們也要忠於原文 所以因為他就叫尤金史東納 他在PTT的八卦版用 用真心懷疾情的張燕文為題來爆料 只說張燕文一個多月前 曾經透過有人到高雄錄音室 花兩萬塊錄製求婚歌曲 研判計畫日本旅遊之後 想要向他求婚使用 那他這個要錄一張歌曲的CD 希望用正規的錄音室錄製 那麼而且呢 這個曲是現成的演奏呢 還是爵士鼓老師演奏 歌是張燕文唱的 花了兩萬多塊 那為什麼這個老師對 錄音室每天都有來錄東西嗎 為什麼對他特別有印象深刻 因為張燕文跟這老師說 我是要求婚用的 看到新聞的時候 老師都嚇一跳 那麼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認知差距很大 張燕文以為要結婚了 應該不是她以為 是她的主觀期待 其實你從整件事情 這個故事判斷起來 這個女性 根本沒有想嫁張燕文 而且甚至想盡辦法 要跟她分手 那這就是重點來了 網友就是在 現在就有更多的討論 你既然要跟她分手 你為什麼要跟她去迪士尼 為什麼要跟她去日本 好像雞胎在一起 對不對 那女性是說 那你就都來了 對不對 沒有 你就是同意嘛 那現在就說 有嗎 有 所以很多討論是說 會不會這個女生 在接受這個旅遊的邀約的時候 有私考量 因為這都比較人的錢 對不對 感覺是她沒有出到錢 所以呢 這個 但是呢 這個 林小姐的大學的同學 大概講說 因為現在死無對症嘛 這女生就一直營造說 我們女王把她當飛啊 都是她一直在花我的錢 對不對 在發光積蓄 在跟媽媽借錢 其實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個張溯文 不是張溯文 張燕文 張燕文 張溯文已經被誤認為兇嫌了 她是張溯文 對 張燕文 有沒有可能 她就是一種恐怖情人 臉紅帶騙 所以她去了這個 跟她一起出去這個旅遊 好 那麼 可是也有網友認為 去日本不是去九份 怎樣臉紅帶騙 因為如果真的不想去 故意把護照弄丟 就不能去了啊 對 我覺得網友講這種話 因為網友他自己不是當事人 都可以很置身事外的這樣子講 因為當你想想看 就是說 你一個女生 她在面對一個男生的苦苦哀窮 我機票都已經訂了 那我們就再一次機會 看有沒有機會 那當然她要去日本之前 其實她有發出一些求救的訊號 這個女生她自己也是 太失去那個警覺心 對 如果說你在這去之前 你就已經知道這男朋友 怪怪的有問題 你就不要跟他去嘛 所以網友如果質疑的是在 就是說你是因為要貪玩 所以你不管自己自身安全 你要跟他去 所以你如果因為這樣子 被殺了活該 我覺得這樣的觀念是不對 我覺得那是一種 就是說有些女生 她的心裡面就是 她會有 有時候你看到一個男生 在你面前哭 我不是指張燕文 她有哭喔 因為我有朋友是這樣啊 心軟 對啊 女生會心軟啊 那我就當作是我陪你去 最後一次 那這一次就等於是一個 有些男生會告訴這個女生說 但是你陪我去這一次 回來我們就分手 那我也不會再打擾你 那我就離開你的生活 可是你一定要陪我去這一趟 要不然我真的過不了這一關 當一個男人痛哭流涕 或是跟你下跪求你的時候 那因為這個女生 老師都講說 她是一個個性很好的女生 就連她媽媽 她跟她媽媽發出這個求救訊 媽媽都覺得 你都這麼大的人了 你會處理好 還以為這個是 水口說說 對 水口說說而已 所以媽媽為什麼會認為 女兒水口說說 那可能女兒是 在什麼樣情況去跟媽媽講 就這樣的話 媽媽才沒有警覺到說 哇 我的女兒有危險了 女兒可能是用一種抱怨的 她真的很誇張 她連說要殺我的狀況都講得出來 我想我們不是去批判說 這個女生因為什麼什麼行為 所以導致對方引起對方的殺雞 所以感覺好像各負各的責任 不是 而是說這樣子的一個交往裡面 女生跟男生 男生跟女生之間 在這樣的交往裡面 我們有什麼學習 避免嘛 對不對 因為她現在真的死無對證 只能聽到這個張燕文自己的一個說法 這個我就想到剛剛節目開始前 我跟我晚在聊天 我就跟她講說 她說男女生有時候 對同一件事情的認知是不一樣的 對 因為文婉講到說 她譬如說她 她自己講到說她跟男生出去吃飯 譬如說要買單的時候 她都很主動掏錢包出來 真好 我覺得我 就是那個下意識 你不去掏錢包 你會覺得那個氣氛很怪 而且你會 你掏錢包 我會掏錢包 各父各的啦 就她不會讓男生請客 對 然後呢 可是呢 就有一些比較年長的大姐 就教我一件事 她說文婉 其實你這個個性要改 我們剛剛就像美人姐講的 其實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問題 是在於就是說 我們怎麼跟異性相處之間 錢 牽涉到錢 我們的態度該怎麼樣 我有一些大姐 而且大部分大姐就跟我講說 文婉我們跟她 去街上去吃飯 那是給她面子 你還可以掏錢包 男生付錢是一種什麼 禮貌 那也是去街上做的事情 所以你就要讓她做 所以你要呢 從現在開始學習 如果一旦吃完飯對不對 自己會手扣起來 要忍住 因為你要忍住 你覺得不能去掏錢包 因為你如果只要一次 就第二次 就第三次 你不要讓那個男生變什麼 習慣 我覺得你真的有掏錢包的個性 我跟你吃飯 我都還來不及掏 真的 我們晚上去吃飯吧 我就很難去 我剛剛年王講的很有道理 對 我記得我高中的時候 我們學校女生不多 因為我讀家宜高工 全校只有電子科化工科 然後總共只有三班女生 可是我們全校男生有二十幾班 這樣 所以 無教本 無教本不拿捏 漂亮的不貴 家宜高工 太可惡了 197 那個天堡天堅的事情 就不要講了 我跟你講 這社會容不下真話 沒有 沒有 有時候高中女生 有時候慘了 沒打扮 我跟你講 我們大學就比較有人性 以前我們學校土木系 班上只有兩個女生 一個叫土花 一個叫木花 你看看 一個土花一個木花是怎樣 好 那個 所以呢 這個被追的人就不多 就是 大家看得很漂亮 那幾個 我小聲就 所以說 就是說 你想追她 可是又很不好意思表達 有一天真正跟她表達了 寫信去了 好 然後我記得我那同學 那女生走過來的時候碰到她 她說 所以你寫信嗎 這樣 好痛啊 好痛不痛 然後對方怎麼反應呢 神經病 可是她講神經病 我的同學 又是很興奮 開心啊 開心 因為引起對方的注意 對 有回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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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我覺得男生跟女生真的差別很大 認知完全不一樣 認知完全不一樣 女生就覺得說 你是男生嘛 可不可以幫我搬家 好 那我都不然 可是男生會認為說 這是一種暗示 奇怪 她怎麼找我不找中年話 對 心裡面就會這樣一直揣測 她跟中年話蠻熟的啊 欸 她會不會是對我釋放什麼訊息 對不對 或者是你有男朋友 可是你卻找別人幫你啊 你們是不是有感覺有問題了 男朋友也會覺得 對 不舒服 所以你們真的講太多 所以我剛剛講到一半了 你太多 他找我修電腦 可是電腦他比我聖欸 那是一種勒 沒有 那是一種勒毛嘛 我當然可能 我跟連環的感覺 就是說來運動 我覺得比較可靠 他不會對我怎麼樣 那種安全感是有的 所以我就請他 我不請你 我心裡覺得怪怪的 我去跟班子 我覺得很疑惑 就是去到那裡 那邊有寒冷 又給我拿一個冰水 然後拿一條毛巾來 說你要不要擦擦汗 我說我滿深汗 你要不要把衣服脫掉 然後 然後 你都為了對你聚會嘛 不是 衣服脫掉之後 拿冰水從你頭上淋下去 你冷靜一點 沒有 我跟你講真的 男生就會這樣想 對 所以我不曉得女生 聽說女生其實是不會 不是那個意思 沒有沒有 所以我們剛剛兩個在講 我們就說 後來我那個大姐說 文婉你要養成一個習慣 讓男生有表現的機會 讓男生有那個機會 讓自己展現那個該有的禮貌 就是兩性之間 所以剛才你的話就告訴我說 可是文婉你錯了 你當你讓我們出去花錢 你讓我們買單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 你給我暗身 我說真的假的 他說他居然告訴我是鼓勵 你們真的這樣想嗎 我也是第一次 要想太多 我去幫人家搬家 其實我很會流汗 不只全身濕透 我就連穿那個卡其褲 我就濕濕到這裡 我就不曉得他到底在講什麼 他還想太多 你真的 好堅持一定要講 不要浪費我們節目的時間 新聞畫畫畫 我剛剛講那個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男生會覺得說 我一直花很多錢 然後你也都跟我在一起 那顯然就是 就是你想跟我在一起了 我花那個錢 我感覺說我應該擁有我的回報 對不對 可是感覺你怎麼一直拒絕我 聽說他去一本 雖然睡同一個房間 但是完全沒有碰觸 連讓他碰都不願意碰 牽手也不願意 在床上 可是這裡面你這個故事 到最後一個